这帮小混混正在砸一辆被诅咒的汽车 他们热火朝天的干着 根本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了 很快参与打砸的小胖子 被这辆汽车给盯上了 小胖子慌不择路的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他以为胡同窄汽车不能拿他怎么地 但接下来的一幕 把他惊得是目瞪口袋 干掉小胖子之后 这辆诞生于1957年的普林茅斯复仇女神 开始追杀打砸他的主犯 他将主犯的汽车撞进了加油站 随后从大火中风驰电车的冲了出来 这辆燃烧着愤怒火焰的汽车 很快便将主犯粘死在了公路上 这就是就要跟大火聊的 根据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改编的影片 克里斯汀魅力 这辆名叫克里斯汀的汽车 在克莱斯勒的装配线上就已经被诅咒了 出场前不仅砸断了一个工人的手指头 还把一名治检员给干掉了 20年后的某一天 丹尼斯开着车来接好朋友狗胜去上学 新来的女同学春花长得颇有几分自色 包括丹尼斯和狗胜在内的很多男同学都看上 狗胜在学校里就是个瘦气包 一些后进同学整天拿他寻开心 眼瞅着自己的午餐被卷毛哥毁掉 胆小怕事的狗胜是敢诺而不敢言 丹尼斯想替自己的好朋友出头 但对方人多势众 他们也只有挨走的份 幸亏老实感到两人才躲过了一劫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狗胜无意中看到了停放在李戴家门口的那辆快要报废的汽车 狗胜对这辆车一见钟情 非要掏钱买下不可 据李大爷说 这辆叫克里斯汀的汽车是他哥哥在1957年买下的 虽然丹尼斯力选狗胜不要花250美元买一堆根本不止50块钱的废铁 但狗胜就像着了魔似的 当场就付钱把车开回了家 狗胜的爸妈得知这件事之后也是气得不行 把狗胜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 而狗胜为了这辆车 有生以来头一次跟父母顶了嘴 由于老妈不允许这堆破烂停在家门口 狗胜只好把车停在了王德白的飞车场 王德白整天跟破车打交道 但像狗胜这么破的车他还是头一次见到 自从买了这辆车之后 狗胜的性情大变 眼睛也不戴了 整天泡在王德白的飞车场修他那辆破车 而狗胜的老妈在给汽车过户的时候 得知前任车主死在了这辆车里 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 丹尼斯找到李大爷询问汽车的情况 李大爷的一番话把丹尼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原来这辆车上可不止死过一个人 李大爷的哥哥当年买下这辆车之后不久 老婆孩子全死在了车里 李大爷的哥哥后来把车给卖了 但半个月之后这辆车自己又回来了 最后李大爷的哥哥在这辆车里自杀了 狗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利用王德白飞车场里的旧零件 终于把汽车给修好了 不仅如此 狗胜还在这个期间 把很多男生都喜欢的春花追到手了 正在打球的丹尼斯一看 摔成了重伤 狗胜去医院看望了丹尼斯 此时的狗胜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 眼神犀利而且颇具攻击性 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 虽然狗胜对这辆叫克里斯丁的车非常的重爱 但春花却很讨厌这辆车 他觉得狗胜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辆车 而忽视了对他的感受 晚上两人正在看电影的时候 克里斯丁突然发难 差一点就把春花给弄死了 狗胜认为春花只不过是被食物噎着了 但车里发生的诡异一幕 让春花觉得这辆车有问题 他催促狗胜赶快把车处理掉 以前经常欺负狗胜的卷毛哥等人 晚上潜入飞车场 等狗胜离开之后 几个人举着大铁锤 把克里斯丁砸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狗胜带着春花到飞车场开车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 他的爱车已经被虐得面目全废了 他把满腔的怒火全都撒在了春花的身上 回到家之后 狗胜又把这件事怪罪在了父母的头上 他认为如果父母同意他把车停在家门口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狗胜的出言不逊令他老爸非常的愤怒 他本想教训一下儿子 但没想到却被狗胜掐住了脖子 狗胜来到飞车场准备修复自己的爱车 但就在此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克里斯丁在狗胜的眼前 居然一点一点的自己修复了 接下来到了克里斯丁复仇的时间了 他首先盯上了参与打杂的小胖子 小胖子意识到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 由于慌不择路 小胖子最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汽车很宽胡同很窄 小胖子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克里斯丁居然硬生生的挤了进去 小胖子的死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第二天警察就找到了狗胜 他很奇怪狗胜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汽车给修复的 尤其是这种老古董 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配件了 但由于找不到其他的证据 警察也只好先把狗胜给放了 晚上卷毛哥和隋友开车出去喝酒 途中被复仇女神克里斯丁给盯上 卷毛哥发现对方来者不善 急忙把车开到了加油站 克里斯丁则直接把卷毛哥的车 撞进了便利店 很快加油站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卷毛哥意识到形势不对 急忙沿着公路逃窜 但这辆烈火战车岂能放过他 在后面紧追不舍 此时卷毛哥的智商已经嗅到了下线 完全没想到应该脱离公路往旁边跑 两头腿终究跑不过四个公路 很快卷毛哥便惨死在了车轮之下 王德白的飞车场 这一幕引起了王德白的警惕 他端着枪来到车前 拉开车门一瞅 发现车里并没有人 俗话说好奇害死猫啊 王德白刚坐进车里 车座就开始强行往前推进 最后把王德白活生生给击死了 一晚上出了两起命案 警察很快便来到了王德白的停车场 不过这件事跟狗圣确实没有关系 他头天晚上去替王德白买汽车零件 根本就没有开他的这辆车 而昨晚上被烧的体无完肤的克里斯汀 此时已经神奇般的复原了 一直怀疑这辆车有问题的春花 找到了丹尼斯 他认为下一个死的人 很可能就是自己 两人约定 第二天晚上把克里斯汀给除掉 为了把狗圣的车引诱到飞车场 丹尼斯在克里斯汀的引擎盖上 看下了一行字 约狗圣晚上在飞车场见面 晚上丹尼斯和春花来到飞车场 他们准备好挖掘机 打算一次性把狗圣的车给干报废 自己的爱车被划伤 已经走火入谋的狗圣是怒不可遏 他开车提前隐藏在了飞车场 向春花和丹尼斯突然发起了攻击 但由于操作失误 狗圣最终惨死在了自己的车前 紧接着就是克里斯汀和丹尼斯 开的挖掘机的巅峰对决 虽然克里斯汀是一辆魔鬼车 但跟挖掘机比起来毕竟不在一个级别 这就像帕奎奥和泰森玩PK 在绝对力量面前 任何技巧都是徒劳的 克里斯汀最终被挤压成了一个方块 但他似乎并没有死 影片的制作成本大约在970万美元 全球票房2000多万 由于斯汀问金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 以至于这部影片在这本书出版之前 就已经投入制作了 2004年 影片中的一辆普利茅斯 以16万7千美元的价格被收出 根据电影制作人的说法 影片在拍摄期间 共动用了28辆普利茅斯复仇女神 不过其中一些只是一些空壳 还有一些是被用来破坏的 有人认为 这部影片跟闪灵有些相似 杰克是被跳往酒店搞成了精神病 而狗胜则是被一辆汽车